在选择冰箱用镀芯钢板时,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,以确保您购买的冰箱能满足您的需求,镀芯层厚度,镀芯层的厚度直接影响钢板的耐腐蚀性能。厚度越高,耐腐蚀性越好。 通常,家用冰箱的镀芯钢板厚度在80至120克每平方米之间。 根据您所在地区的湿度和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镀芯层厚度。 材质,选择高质量的机材,通常为冷闸钢板,以确保冰箱的稳定性和耐久性。 优质的机材可以防止冰箱变形,提高整体使用寿命。 表面处理,表面处理会影响冰箱的美观和耐用性。 常见的表面处理方式有磷化、酸洗和钝化等。 选择合适的表面处理方法可以提高冰箱的抗腐蚀性能,延长使用寿命。 涂层在镀芯钢板表面涂上一层保护性的涂料,可以进一步提高抗腐蚀性能,同时增强冰箱的外观。 涂层类型包括锯质、硅改性锯质、高耐厚性锯质等。 考虑到冰箱的使用环境和预期寿命,选择合适的涂层类型。 品牌与质量选择知名品牌和质量有保障的镀芯钢板,以确保冰箱的性能和使用寿命。 可以查阅相关评测,了解口碑以选择值得信赖的品牌。 价格在满足质量和性能要求的前提下,比较不同品牌和型号的镀芯钢板价格,选择性价比较高的产品。 检查证书确保购买的镀芯钢板具有相应的质量证书,以保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。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,选择适合您需求的冰箱用镀芯钢板。